嗯大家好啊 今天呢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如何去在日本站上创建自己的这个图文描述啊 那么我们来到日本站的首页啊 在库存页面里边点击这个管理图文版商品描述啊 这样呢就能够进到这个A加商品描述管理器啊 这样一个页面 那这里边展示了你这个比如说之前有各种记录对吧 呃有商品的这个描述的名称啊 类型啊语言啊啊 对应到的A3啊等等啊很多的内容 那么我们如何去创建一个A加页面啊 我们在右上角找到这个开始创建A加图文描述啊 我们可以看到页面有这样一个布局对吧 嗯 它是这样有几个步骤来构成啊 第一个叫创建内容 第二个要应用到亚马逊商商品编码 也就是说你的A3 第三步呢会提交第四步啊 经过一个审查批准之后 然后再进入到发布啊 那我们在这个编写页面里边啊 首先会遇到这个呃商品描述的名称啊 你给你这个描述起一个名啊 比如说针对水杯的啊 然后语言选择到这个日语对吧 然后呢下面就是他这个商品描述啊 会有涉及到很多的模块啊 第一个模块是这个公司汇标啊 你可以上传可以略过 然后第二个啊标准描述文本 这个呢也是啊 也是你是可以上传也可以说跳过的啊 那么这两个模块呢 我们看到这边有个锁对吧 它都是锁定的啊 就是固定在这里边的啊 那么除除了这两个这个模块之外啊 我们还可以添加模块啊 亚马逊的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模块啊 我们可以一一的来看一看啊 看一看 这样呢我们去选择一个这个适合自己的啊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模块啊 进行一个设计啊 呃比如说我选他啊 选好之后 哎我给这个添加各种文档对吧 呃每个模板啊要添加的这个图片的尺寸 给大家直接就会显示在这个图标上啊 大家按照要求去做图 呃一个模板结束之后啊 我们还可以添加模块啊 比如说我再选个这个对吧 那么不断的添加设计好之后啊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下一步的保存啊 如果说呢你对这个不满意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插掉啊 啊点点yes就移除了啊 如果说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上调 那么你再点点一下啊 这个模块的位置就上上调了 那我们设计好之后 这个内容啊 我们点下一步应用到asen啊 把你的这个库存的asen啊 给他选好 然后啊批量上 然后上传啊 上传之后我们查看并提交 啊这样呢就是去提交一个审核啊 提交 然后等待他批准啊 呃批准之后 如果说通过了啊 这个就会可以在前台获得显示了啊 那我们这个A加页面就算是创建成功啊 如果说他没有批准啊 他会告诉你说哎 比如你的这个图片里边文字的内容过小啊 或者说这个字号啊 不符合要求啊等等啊 会给你一个具体的原因啊 你去进行一个这个按照要求啊 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这个再去提交啊 让他选核批准通过啊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页面啊 进行一个展示了啊 好那我们关于这个A加页面的创建呢 啊就讲到这里